墨尔本解封以后 理发美容的消费增幅达到2340% 澳洲人们的消费情绪高涨 大家好 欢迎收看GoMarkets的热门话题部分 我是Emarina 10月22号起 世界封城时间最长的墨尔本 也终于迎来了解封 民众也逐渐步入了正常生活 5月以后的墨尔本酒吧内 人群熙熙攘攘 解封当日的理发店门口大排长龙 国民银行的数据显示 在墨尔本解封后的首个周末的消费 比前一周要多了20% 而理发美容业更是出现了2340% 这个令人瞠目结舌的消费增长 上周五晚上6点 墨尔本进一步的解封了 Maya、David Jones以及各大的商场 再次向消费者们敞开了大门 解封当晚的商场 已经出现了人几人的现象 有人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 Chatsen Shopping Center 外面人们数着倒计时 等着商场开门的景象 虽然没有能够亲身经历现场的场景 但是通过社交网站上面的视频 我们已经能够感受到 排在Chatsen大门前面 等待他开业的人们心中的喜悦 而我本人也在上周六中午的时候 去Chatsen Shopping Center购物的时候 有幸体验了一把 开着车绕着停车场 转了好多圈愣是一个车位都没有找着 并且在30分钟以后才侥幸停到车位的经历 同一时间段 国内的双十一购物也正式拉开了帷幕 相信有很多小伙伴已经在上月付完了预付款 并且在11月1号当天付清了帷款 然而在消费者们狂欢的同时 供应链问题等等的疫情后遗症依旧存在 以WOWS上周的股价为例 继上周一上涨之后 连续夏天死跌 WOWS周三公布的季度财报 虽然显示BIG W的销售额 因为封城导致了同比下降17.5% 但是其他数据 例如澳大利亚的B2B收入同比增长196% 电商销售额同比增长54% 以及Everyday Rewards 会员数量同比增加5.5% 这一系列较为亮眼的数字 并没有减少消费者的恐慌 它的股价在季度财报公布当天仍然下跌了4% 这个现象似乎与疫情仍有着直接或者间接的关系 我们知道从去年开始 供应链的问题就一直存在 集装箱批发价格暴涨 最恐怖的欧洲航线集装箱市场运驾 价格甚至较2019年上涨了400% 而从供给来看 受到疫情的影响 船舶运转的效率有明显的下滑 各国加大了港口输入型疫情的防控力度 延长了船舶在港停泊的时间 降低了周转效率 同一时间段 很多公司在疫情期间减少了库存储备 而在各地区解封之后 显现出了一定的弊端 解封之后 人们的消费购买力进一步的造成了库存的降低 而库存不足导致了需求供应的进一步上涨 与2019年的同期相比 集装箱的运输增长为6% 而这也进一步的扩大了供应链短缺的问题 曾经只需要一两周的时间空运 到现在需要一两个月才能收到货了 现在市面上玩具有很多还放在集装箱里面 等待着被运往各国 业内预期消费者将看到多数商品的价格上涨 8%到15%不等 消费者们说不定很快就可以看到 运动器材以及食品等大多数大宗商品的价格上涨 这一期的内容就到这里 喜欢的观众可以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